这一队有请 陈先生52岁来自南京 古董商人有请 张女士45岁来自南京兼职 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二位是什么关系啊 认识多久了 三年多一点 他那个小片里面冲突还挺大的 您提到了承诺是吧 对 什么样的承诺呀 之前我是离婚的嘛 因为我想要一个安静感 他也答应我承诺给我的 当时 您是离异的 对 有孩子吗 有一个男孩 跟您还是跟 跟我情妇 您也是离异是吧 我不知道 我是上偶的 上偶 在我小孩两岁的时候 我爱了这个路线走掉的 走掉的 然后我二十几年把我女儿培养长大 然后把她送到英国去读书 二十几年我一直没有找过 所以就为了女儿没有开始的一个感情 对对对 后来你们俩三年前相识了 是这意思吗 她是 这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没错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不是约在一起吃饭的 然后就她对我感觉一直蛮好的 我对她也蛮好的 反正就两个人感觉 是不是就想有个家 她想有个家 我也想有个家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接触了 接触半年 然后真真实实在一起的 她说她家缺个女主人嘛 想跟我两个成一个家 但作为我是离婚的 我想要个保障 我说那你就给我十万块钱 其实并不是为了情跟她要情 就是想要一个什么 一个安全感吧 然后她也答应我了 当时晚上就给我五万块钱 那个五万块钱 她说过子丁再给我 后来过了子丁她也没给我 第二天早晨她就走掉了 她因为她做古董生意嘛 经常跑来跑去 一跑出去半个月不回来 然后半个月回来 她说我生意做得蛮好的 就带我出去吃游泳玩 她对我也不错 但是就是她对我那个五万块钱 程度没有对心我心里有的 这个顾叔叔是 我为什么叫她住到我家呢 因为就是我们相处半年过后 她租的房子嘛 马上要要到期了 我说你 你不要在外面住房子了 我说你顺便住到我家来 我说反正我也经常要出去跑 家里呢正好也可以有人看看 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示爱 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吧 是这意思吧 对对的可以这么说 想过结婚吗 也想过 但她就是经常跑来跑去的 给我感觉就是没有这种稳定 她经常一个月跑出去 一两次不回来的 不是天天在家陪着我的 要上货还是 看东西是吧 对我要看东西嘛 因为就是说 我做古董生意嘛 必须要全国各地跑啊 因为有一次我做生意 快掉了嘛 我还问好多朋友啊 借了点钱 收掉了几百万 所以手头不是那么富裕 是吧 对对对 那你给他解释一下吗 这何必呢 感情好 何必在那五万块钱呢 对不对 他卖房子 把房子也卖掉了 把谁的房子卖了 因为这个房子 他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了 你想我没有地方住 住他家 他把房子卖掉 我们更没地方住了 然后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 刚开始他去 当然是去快两个月 后来就不去了 后来整个人找不到了 他不给我说法 而且带我经营手势拿去了 五万块钱不对势 你作为男人你应该吗 那个意思是 你们现在的状态 实际在一个要分手 不分手的状态是吧 我们已经分开半年多了 已经分开半年多了 那今儿来干嘛呀 我今天就跟他讨说法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一次我也赚了几十万 回来的故后 我说今天不要在家烧饭了 到外面去吃吧 然后还跟他买了赚价 一些经营手势 然后还给了他钱 再说我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每个月基本上 我都会给他一两万块钱 哪有这么多呢 因为 因为你现在目前在做监责 钱也不够 我就给他 所以您觉得在经济上 最起码一万块钱 每个月一万块钱有的 所以您觉得在经济上 并没亏欠这位女士 是这意思吧 是 她没有给我这么多钱 一个月就只千块钱 怎么可能几千块钱呢 几千块钱 哪有一两万块钱 真的夸张的 咱们这么说吧 相处期间感情好吗 生活在一起磨合得好吗 经常吵架 为什么吵呢 她看我不顺眼 说我家务事不做 回来打电话 我不在家 有时候跟她跟我朋友出去 去在外面逛街唱歌了 说我 其实我唱歌唱什么呢 不就一两个星期唱一次嘛 我逛街逛什么呢 不就逛景时 买东西才去逛街嘛 她就从搬进来过后 真正的生活在一起 就是说 没有多长时间 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跑 一出去就是说 十几天或者半个月 然后回到家 又是三四天的时间 我又要走了 那什么时候 决定分手的呢 怎么是 就是说 一八年零底 真正分手 她就不来了 她整个人看不到人了 而且信息电话打不通 就消失了是这意思吧 就消失了 她没跟您说清楚 房子卖掉 她就消失了 您干嘛不跟人说清楚啊 交往一场 不是 这个是呢 因为我回 有一次就是我回来 就是说很郁闷 她问我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我说我自己会解决的 然后呢 她们就是说 从我通话的语气当中 她可能也云云云云 知道什么 她说到底什么事了 我说没什么事 我说了你现在 上次我给你的五万块钱 这不这了 是不是 我说我要去用 她就把五万块钱 又还给我了 那不挺好吗 还给我了以后呢 就是说 我又把一些经营手势呢 也要回来了 要回来呢 都说我说 反正我以后再给你们 我就把一些债 现在能还多少 就还多少 信誉很重要的 是不是 朋友们就是说 亲戚朋友也在问我 问我生意做的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后来我跟说 我说你们的钱 我过段时间给你 后来我没办法 我说的 把房子卖掉吧 反正我说我以后 反正还可以 东山再起 那那个时候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还商量 我看不是要商量 大家一起过吗 怎么后来就没过了 他就是一次聘我 他就是挺一密 一次一次聘的 让我信入这个圈套 他信卖房子 然后之前把我的琴 和经营手势拿去 第二步卖房子 第三步把我坐到外面去 然后整个人不看 看不进人 就躲避我 打他电话不接 发他信息 发他微信都删掉 你要讲 把我微信都删掉了 你要讲我为什么 在一起的时候 你过家了吗 你跳舞次 你喜欢跳舞次 我每次回家 从外面回家 就是很累 我也像有一盏灯 等着我 是不是 一开门 客厅里张得不得了 全是什么刮指壳啊 什么的 人不在 然后打他电话 他说他在逛街 买东西 还有一次蛮好玩的 他有一个小姐妹 到我们家来玩 我说的 你这套衣服 蛮好的嘛 他说的是 他跟他买的 送给他的生活礼物 那不应该吗 一件衣服 三千多 是不是 那我生的 你没给我什么东西了呢 心里不平衡 那既然这样 就大大方方地说 我们俩过不到一起 就这样 我们就散了 你跟人打个招呼啊 干嘛就消失了呢 我没消失啊 因为我经常在外面 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你就是骗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 你不要说骗 你就是在骗嘛 骗子很难听 我骗你什么了 我说你骗还好听哦 骗我的感情了吗 然后骗我的钱 我骗你的钱啊 把我把你买的东西 全部都还给你了 然后再还 我骗你的钱啊 把房子卖掉 那这三年当中 我每个又给你的钱 你到哪里去了 你给我多少钱啊 你算了 哪怕一个月三千 你没回来吃饭 没回来用吗 一个月三千 三年多少 行 你也用的吧 你也吃的吧 你很好意思讲 我骗你了 你就是在骗 还不承认 不吵不吵啊 咱们梳理啊 什么时候对他 没感情了 就彻底是吧 把他房子卖掉以后 为什么那房子 不是他的房子吗 他的房子是不错 但是最起码 我是作为五 我把他当成家了 他怎么想 我不知道 我想跟他再次生活 我把他家 当成我自己的家 看待了 因为他给我个情体 就有房子 我们再一次成为家 所以是不是 在您的心里面是说 因为你这个男人承诺我 要让我做女主人 对 我才会跟你有 后来的发展 是这意思吧 是的 那你们在这个交往期间 有没有提到 领结婚证的事 我刚开始领了 他说忙 太忙了 顾正在做吧 就是先生没有同意领 是吧 我同意了 我说等我这次 每次每次在复营我 我说就领 好 行 接着再问啊 等于您心里面 最不舒服的是 他借生意失败 拿回了他曾经 给您的五万块钱现金 和给您买的金银首饰 是还是不是 对 您的想法是什么想法 坚决不给 不是不给 但是他的用词不大 我再问一句啊 在你们交往期间 他每个月都给您生活费吗 给的 每个月都给 两三千块 一三四千块 也不一定的 家里面水电费 用就弄弄 什么物业费 也没有多少钱 好好好 在交往期间 您觉得您对他的照顾好吗 我觉得我对他照顾很好 因为他在家 这段时间 不管在家 等一个星期 还两一星期 我都陪着他 也就是说实际上 那个房子是您住的居多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您当初把这位女士 到底是以一个什么身份 接到自己的家里 您比如说 就是未来的女主人 对 未来的女主人 那你发现不合适 为什么不跟人家说 我们俩不合适 分手 而是采用不辞而别 没有不辞而别 只是跟 婉转地跟他家 目前情况 给不了你房子 那你们听听 老师们 怎么来看这件事 要密集进入 丘比特问卷 哎呀 今天这锅粥啊 左岩老师 先来说一下女士 她欠你钱 对吧 对 拿了你的金银手势 对吧 只能说 是她当初给我的 现在要拿回去 我其实比较理解 您当时的心态 觉得自己也找一富翁 住到对方家里 搬进去就是太太 她应该每个月 给我家用 我的生活水平 直线上升 没想到 计划没有变化快 做生意嘛 总是有起有落的 所有的 感情维持住在一起的 并不是 我没有听到 你们之间的感情 如果你爱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就应该 所有的都是我的 我的也是他的 我们是彼此的 他有债务的时候 我也要挺身而出 我兜里就只有十块钱 我也拿给他 作为先生 为什么不辞而别 第一 怕辞了 别不了 第二 心里还是有 那么一丝愧疚的 觉得拿了人家的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是你的 所以你在逃避 在拒绝 面对 没有爱情 彼此 再见 谢谢 好 谢谢作业老师 来 于老师 我不否认 两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感觉 有好感 但是 在这里面掺杂了这个钱 或者我纠正一下 如果你要用这钱 来去给你安全感 那就意味着 爱情不能给你安全感 钱才能给你安全感 那么其实你把钱 看的比重就会很大 而南方居然也答应了 答应了 还给一半 另外一半就没有给 三年的时间就没有机会 给那五万吗 你赔五百万都赔了 那五万不给 我跟你讲 今天你们的感情 走到现在 那五万就是一个梗 在女方那里就过不去 所以你们没办法走太远 一旦别的因素 占据了主流 感情就被挤没了 爱情百万战 欢迎两位 赶紧走吧 好 谢谢佑老师 我们在相遇之初 相恋之初 我认为把财物 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把子女问题 讲清楚 放在桌面上 不是不可以的 因为毕竟不是初婚 可能初婚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一无所有 从头开始精英 从头开始努力 并肩奋战 从无到有的创造 我们没有房 我们租房 我们租了好房子 我们后来有了钱 买了房子 这是初婚 大家好无保留经营的过程 但是再次走入婚姻 说的现实一点 大家都有保留 因为都是已经走了半辈子的 两个相对已经独立完善的个体了 那这个时候难道我们 就不能好好相爱了吗 不是的 可以一开始说得很清楚 将来财物啊 我们怎么分配啊 你赚的钱应该怎样 我的财产 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放在桌面上 现实地谈清楚 我觉得不用回避 但是接下来相处的日子 那真要想过 是经营 不是算计 我认为你们两个 虽然最初十万听起来不好听 但是后边彼此的算计 让人觉得更难堪 如果女士 你经过前段婚姻 你知道这样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有经济能力 一个愿意和你共同生活的男人 是很可贵的 当然你爱他爱他全部啊 你爱他的温柔体贴 难道你爱的不是他的经济实力吗 他是个综合体 既然你选择了他 你知道这样一个人 可以给你财务上的帮助 生活上的帮助 那咱能不能对人家好一点 咱能不能不只算计 自己那点小九九啊 他过生日 你给他买个好点的礼物 不行吗 有那钱送朋友 没钱给男朋友 咱家里收拾得 温馨舒服一点 不行吗 咱能不只算计的 自己逛街那点开心吗 两个星期才回来 你跑出去玩啊 你指望他爱你啊 你指望他给你钱呀 成年人的爱情现实了 没错 没有那么单纯纯粹了 但不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 过得如此不堪啊 男士你也一样啊 你也完全都是在算计啊 你如果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女人其实很多人 都是情感动物 你如果把真心给了他 很多人愿意风雨同舟的 这把年龄谈恋爱了 没有那么多激情了 想要的就是相伴到最后了 谁经得起折腾啊 你给了他真心吗 你给了他真爱吗 你值得他完全毫无保留地爱你吗 咱也没做到对不对 所以才又不辞而别啊 所以把这个说出来 算是对你们的一次 不能说告诫吧 至少希望你们再次走入 下一段情感的时候 能给自己敲个警钟 既然选择了 请你们不要再保留 好吗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我问一下女士 你是有一个儿子是吧 对 多大了 16岁 你儿子看到了会怎么想你这个妈呢 我现在才能理解物吧 既然说钱 咱们就算算钱 给你承诺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值得别人承诺的人 那种承诺早就实现了 他不是一个兑现承诺的人 你也是一个不值得兑现承诺的人 给自己各自都留点脸吧 算了吧 走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该出的气其实也出了 你所谓要的那个公道和公平 大家已经自在人心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那样 想想你们曾经的美好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闹剧该收场了 我们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我们就到此结束吧 为什么你好自为之吧 不要随便答应跟女人承诺 我答应过什么女人承诺啊 不是当初你 当初是你提出来的 实话告诉你 当初你提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就过一波 因为我打电话给我女儿 我女儿说的 你要认真考虑考虑 作为一个男人 成都不对 你发什么费用呢 你才跟她提出来的 提出来半年 她就提出来 神光荷宝 她说的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就我自己好好考虑 我今天也不想做 我今天也不想做 你 而且好自为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相信今天 老师们给他们做的点 算是给他们的生活 上了一堂课 还年轻嘛 还在路上 希望他们下一段感情来的时候 能够真心付出 来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你还出来了 我以为你走了 是有话要说是吗 对 您说 我说 他如果不能跟我好好在一起 我就希望 他能把他的承诺给对信 行 明白了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 我的诉求 我们充分理解了 谢谢